一个网红团队发现了一个诡异的阶梯 用手电筒往下照 下方什么也看不到 为了能火 他们冒险下去了 最后知道了什么才叫做地狱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联 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从黑暗石屋这部精神剧中 解决了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故事的名字叫做地狱阶梯 布罗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 他经常和自己的团队在各个地方进行直播探险 哪里有危险 哪里吃鸡 他就往哪里去 有粉丝私信布罗迪表示 最近新闻上报道这片鬼的森林中 有一个成年人被发现的时候 衣服战乱不亢 整个人都处于极度恐惧的状态 最可怕的是 他的眼镜被戳得稀巴烂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肯定就发生在这片森林里 录制完视频后 女助理表示 虽然我们知道他在这片里发生了一晚 但又该如何确定是在什么位置呢 没有想到布罗迪神通广大 竟然从医院里面弄出了那个人的手机 从对方的手机中 他们只听到了刺耳的尖叫声 虽然偷拿手机是违法的 但有些人为了哄 可以毫无下限 随后他们就带上的装备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一个被警告禁止录内的地下建筑 就在此时 稍后传来了一阵未落的呼救声 这可把伤人给吓了一跳 正常情况下应该马上报警的 不应该进去 但为了能够活起来 也为了后面大把的钞票 他们还是进去了 在里面 他们总是能够听到 让人毛骨鼠狼的声音 女助理被吓坏了 因为那呼救声很像是个小女孩 声音还是从下方传来的 他们猜测 大概距离这里有500英尺的深度 当然这只是他们的猜测 而且这个地下建筑之前到底算来做什么的 没有人知道 很可能以前是个地宝 此时布罗迪发现了一件鬼的事情 手电筒能够照射前方的道路 却无法照射清楚这地下机梯 下方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到 而且布罗迪向下呼喊的时候 确实从下方传来了求救声 他们打算将一部录像机放在这里先进行拍摄 一旦不对劲 至少给救援的人争取时间 也知道他们现在身处于下方 而且下方的小姑娘很可能受到重伤 这要是播出去的话 那节目效果想来会好到爆炸 可冒险呢 根本不想下去 最后只有女助理拿着摄影机 跟着布罗迪下了楼梯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地下市城 这里成就不堪 显然很多年没有人来过了 而且地上还有一圈奇怪的东西 布罗迪猜测 这可能是生血的金属和尿的混合物 越是往下 两人越是浑身发毛 而且楼梯边的墙壁上都是鬼的图案 更难能感到精神的是 女助理发现 现在他们竟然身处于地下十七层 之前有一个意义被招物的灰尘给挡住了 可这也不对啊 他们不可能一下子来到地下十七层 女助理急忙往上走 确实是地下十六层 现在再想想那个女孩子的求救生 那么有的距离 为什么大家总感觉 镜甲而变 这很不对劲啊 一切都非常的诡异 可已经到了这里 让布罗迪放弃显然不可能 而且这里只有女助理能够帮自己拍摄 不管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的诡异 直播出去的话 他必然会大火 也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他 最终女助理被说动了 继续陪布罗迪下去 随着他们不断往下 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处于地下几层 而且墙壁上还有诡异的抓痕 用手触碰的话 网如被啄杀一般 他们还不小心将录像机调到了旁边的裂口处 布罗迪冒险拿了回来 而此时这里天遥地动 甚至传出了让人恐惧的声音 难道这里是地狱吗 女助理已经不想帮忙拍摄了 她想要离开这里 但布罗迪不想放弃 直接从这个裂口跳了过去 可最后她被什么可怕的东西给拖走了 因为她似乎套到不该套路的地方 恐惧的女助理借着微露的光亮一点点向上 最后来到了第四层 当初帽子男还在这里 现在这里只剩下一部手机了 她直接吓得尿了裤子 可这个手机不就是布罗迪的吗 而身后又传来了恐怖的呼救声 影片的最后就帽子男完好无数地回来了 可女助理的引进已经毁了 而且此时的她神志不清 没有人知道她之前经历了什么 但是和最初那名在圣灵中发现的人一样 都戳瞎了自己的双眼 帽子男之所以公布这个视频 是因为这是布罗迪所希望的 她希望每个人知道她的名字 即使是以这样的结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